我国地大物国 其实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地方 如果细细去了解这些地方的历史 可能会让人大开眼界 比如在我国西部有个小小的村落 里面五百多口人世代通婚 并且绝对不爱家 甚至家族内部还流传着一门古老的秘书 这件事惹来了无数历史学家的好奇 这个村落位于我国的甘肃 一个叫做薛家湾的地方 里面的村民各个都会一件非常玄妙的东西 那便是占卜和三卦 很多人觉得这东西是迷信 但其实这话也不能说得太早 因为现在的确存在着 大量科学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 如果走进这个村子 首先被镇撼了一件事 便是村子的排布 竟然是个非常大的八卦镇 里面主要有四个姓氏的人 分别是有姓、流姓、高姓和和姓 这个古老的村落甚至连语言都和现在的语言不一样 他们有自己独特 而古老的语言他们自己自足 很少有人外出 一般的村子都会有种田、蜂木之类的事情 但这个古老的所在却非常特殊 他们极少有人做这些事 反而绝大多数都在学习占卜这类古老的秘书 甚至以此为生 在服装方面 他们也和现代人不一样 男子还是穿长袍和大褂 女子同样穿的是长肚的膝盖的大褂 甚至连领口和袖口的地方都有亚装 非常像古老神话故事里的女巫一般 如果熟悉世界历史的人可能会知道 柬埔寨人便是以占卜算卦为生 因此他们也被人叫做是我国的柬埔寨人 当然了 对于这个说法 小编只能说 凭什么算卦占卜这件事就是外国人呢 我国古代便有周易和五行八卦之术 凭什么不能说他们柬埔寨人 是我国的学家班人呢 不过话又说回来 史学界对于这个村路的来源 一直都有争议 没有任何明确的证据 只想表明他们是哪里来的 而且尤其是他们这种不和外人通婚的传统 本来来源应该很好研究 可却无人所知 倒也是一件其事 有人说研究不到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也很正常 毕竟人家那么会占卜三卦 说的话也和我们不一样 搞不好就是柬埔寨人的后裔 这样的说法真的非常荒诞无稽 目前有很多证据表明 他们整个村落 其实在守护着曹操的陵墓 因为没事就来点祭祀他的活动 尊称其为上神 从这件事便可以看出来 他们并非简朴在人后裔 况且我国地大物博 各地方言不一样又怎么了 吃你们崇洋媚外人家里的大米了吗